文物修复师被称为给文物做手术的人 却因为一些文物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备受争议 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很少有人了解 我来到了被誉为中国石科艺术博物馆的龙门石窟 想去认识佛像修复这份工作 在一河的中下游距离洛阳城12公里的地方 碧水加断崖的黄金土河 为龙门石窟的悬置和开凿打造了标准配置 龙门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场所 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在龙门都有造像 只不过是他们的规模体量有所差别而已 这面图整个就是龙门石窟东西两山的连续的立面图 这个地方就是咱们最有名大楼手拿先刊 焦建辉所在的龙门石窟研究院 负责保护和修复龙门石窟十万多座佛像 但由于历史上大规模的破坏 佛像已经无法复远成原来的样子 因为就是说以前这块有裂系 这个有渗水 然后常年累月随着水下来这个覆盖物 就盖在这上面 无论是石头 无论是钢铁 你看时间长它都耐不住这些风春日晒 范老师是龙门石窟研究院的文物修复专家 在龙门石窟修复文物二十年 他对石像观察的仔细 病情的不一样 处理方式也不同 只是医治的过程更像是一次长达数月的面壁 这一套工具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做修复用的工具 必须用机械的方法先清除 然后你从这边左部向右边推进 你看着我在这样做 实际上精神是高度集中的 万一你这个力度做不好 会伤害它这个表面 龙门石窟里被破坏的佛像高达五万多座 修复师告诉我 即使正常修复 也可能在几百年后就看不到了 我们从西山刚进去 第一个洞窟叫浅西寺 浅西寺它这个石窟这个森楼水 它很复杂 这个洞窟十几年了 一直是心病呀 我们采取了好多方法 用地质雷达 其他的物碳方法 所有的方法能用的都用 基本上没效果 开始教育项目 那时候有日本人参与 日本人有些观点 咱觉得不可想象 后来人家说的在调查过程中 有那方面的原因 按照工程技术要求 做这个压水实验 还有打孔 通过研信 看它那个研层的这种破碎情况 经过详细的调查 这个发现了渗水通道 那么把这个渗水通道利用起来之后 那个效果立马显现 一个洞窟我们努力了十几年 才把它治好 龙门书会有好多这种洞窟 过程虽然是辛苦 但是最后能得到肯定 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他们还在对这里的造像 进行三维数据的采集和处理 用相同的参数在电脑里合成 让损坏的佛像在网上变得完整 未来我们可能轻点鼠标 就能看到根据历史全貌的龙门石窟 虽然我们必定有一艘职业那么高尚 但是文物行业很小 我们做的这个保护工作 就是更好的传承 让它延续 只有延续了 你才能更好的传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